大家好 我是王子薇 咱们今天来聊聊足球 来自英超的阿斯纳对阵利物浦 阿斯纳新赛季实现了一个完美开局 前八轮联赛只输给过万联 其他的比赛都是胜利收场了 目前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枪手也获得了21个积分 排名在联赛第二位 如果奔场比赛能继续得三分的话 球队仍然可以继续领跑积分榜 值得注意的也是 阿斯纳的目前的战术也是非常流畅的 队内的进攻点也是很多 目前已经有12个球员获得了进球数 可见枪手的破门得分能力也是很强 阿斯纳近期虽然双线作战 但他的状态也一直是非常火爆的 球队目前已经收获了四连胜 周中欧联杯球队主场对阵挪超禁率 博多格林特 供球率也达到了50% 18次射门中6次摄政 射门是对手的两倍还要多 而利物浦本赛季表现则是大不如前 不仅开局三场未尝生计 而且之后的状态也是非常起估不定的 目前在联赛端切手比赛过后 获得了二胜四平一负的成绩 以10个积分排名在联赛第9位 与联赛前4名有着6分的差距 而在欧冠的赛场上 红军三场比赛中收获了二胜一负 以6个积分排名在小组第二位 得到大家注意的是 利物浦目前后防线问题不少 场均失球数超过一个 在两队的过往交手方面 阿斯纳近10次推阵利物浦 取得了一胜四平五负的成绩 王继场处于下风 近况上阿斯纳的状态也是持续火爆的 虽然处于双线作战 但是球队仍然保持着连胜状态 而利物浦的状态则是有点飘忽不定 不仅联赛排名下滑的比较明显 而且欧战方面表现也是比较平庸 从目前的各方的态度来看 目前表现的也是比较暧昧 并没有给予状态强势的枪手支持 本场比赛咱们还是相信 利物浦能够带分回家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